夏季天气炎热 身体虚热多汗的朋友 一定要多喝山药红枣排骨汤 排骨的热物质软糯 汤鲜味美营养价值高 我们这儿的排骨卖了15一斤 不知道你们那个地方多少钱一斤 把排骨用清水清洗干净 去皮清洗干净的铁柜山药 把铁柜山药切成滚刀块 大家都知道铁柜山药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生姜一块顶刀切成姜片 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冷水下入清洗干净的排骨 下入少许的黄酒去腥 开锅用勺子撇进水面漂浮的浮沫 排骨飞水两分钟用漏勺捞出 锅中倒入飞过水的排骨 下入切好的山药 下入切好的姜片 下入清洗干净的红枣 倒入提前准备好的开水 下入小半勺黄酒 盖上锅盖 锅中的水完全开锅以后 把排骨汤包制60分钟 包制时间到以后下入少许的精盐 排骨汤的颜色撑入白色 汤鲜味没有好喝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